HitFM 尊敬的各位的领导 各位来宾 以及来自媒体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开心在这里见到各位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HitFM的主持人 我叫做Mike D 各位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好 我是Velan 同样来自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HitFM Bonjour monsieur and madame mazella 这太厉害了 中文 英文 还有法文 那今天Velan其实穿的也是非常的特别 或者大家觉得是不是更加的法式情怀呢 是 我觉得从你身上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creative and technology 对 没错 我们平时作为这个drive time的DJ 今天有空能够来到我们雪铁龙的现场 和汽车进行一次亲密的接触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是 非常开心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场的 来到我们今天雪铁龙展台现场的领导吧 没错 我们要介绍一下 今天参加我们这一次活动的 非常尊贵的各位来宾 他们是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徐平先生 以及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 佟东成先生 欢迎两位 欢迎 同时呢 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卫东先生 欢迎您的光临 还有呢 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 刚才Mike D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尊贵的刘卫东先生 以及 PSA 标志雪铁龙集团 执行副总裁 中国事务部的首席执行官 华日曼先生 Mr.Voshman PSA Persio Citroë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PSA Peugeot Citroën China Operations CEO Welcome 同时呢 欢迎到的是雪铁龙中国进口车总经理 爱亚科先生 Mr.Jean-Jacques Escher General Manager of Citroën China Welcome 还有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助理 蔡伟先生 以及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毕高成先生 Mr.Picca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DPCA 东风雪铁龙总经理 穆亦夫先生 Mr.Mulan General Manager of DCAD Welcome 还有东风雪铁龙副总经理 魏文青先生 欢迎您的光临 以及来自中国绿化基金会 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杨旭东先生 欢迎您的光临 再次感谢各位尊贵的来宾 欢迎各位 那其实在2010北京国际车展 畅想绿色未来的主题之下 作为血液里流淌着 创新科技基因的品牌 雪铁龙和东风雪铁龙 在今天如何给我们演一场 绿色环保生活 相信在场的媒体朋友们 以及各位来宾 都是非常地好奇 并且非常地期待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大家欣赏一下 由中国新锐设计师刘璐 为这一次发布会 特别设计的一个系列 一个collection 叫做 Lumire de Spong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is showtime let's go lumire de Spong lumire de Spong lumire de Spong s g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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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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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